哈喽大家好,欢迎观看大型观影,我是阿祥 本期我们继续来看悬疑美剧《谋杀》第7到8集 上集讲到,随着案件的调查 萨拉赫霍德发现了一个新的嫌疑人 与罗希关系亲近的老师贝内特 据一个偷窥的邻居反应 当晚贝内特曾和另一个女人 用地毯卷着一个女孩尸体上了车 这一消息,贝罗希曾混过波兰黑帮的父亲拉森得知 在警方赶到之前,他从葬礼上带走了贝内特 拉森一路将贝内特载去了发现尸体的地方 获得留守在葬礼上 发现除了拉森夫妇,卷毛也对罗希的事十分关心 贝内特感觉到了拉森的杀意 解释说他没有杀害罗希,这完全是个误会 并且他自己也快要当父亲了 这句话让拉森清醒过来 他放弃了抱负的念头 另一边,萨拉又独自返回贝内特的家 或许是他一个人来降低了戒备 贝内特的妻子终于开了门 萨拉直接戳破他之前的谎言 他那晚明明是凌晨才到姐姐家 却对警方说是十点 妻子解释说 那晚他其实去了舞会 看见许多年轻性感的女孩围着贝内特 而反观自己,现在却又胖又丑 瘦了自己的她,在外面赚了很久 从谈话中还得知 妻子去年流产过 目前的身体根本不能负重 更别说斑斑抬抬了 萨拉又提到贝内特也说了谎 当晚他十点钟根本还在舞会上 并没有回到家 那么,到底是谁给罗西开的门呢 此时,妻子又想到一个人 一个叫莫罕莫德的教徒 最近正在和贝内特一起研习古兰经 连家里的钥匙都有 而罗西那晚来还的书正是古兰经 刚收到这儿 浑身湿透的贝内特回到了家 面对萨拉,他不再像之前那样客气配合 因为他刚才差点就被拉森干掉了 贝内特生气地把萨拉赶出了门 但他走时偷偷顺走了那本古兰经 飞业上写着 他来自雷尼尔古的绿湖清真寺 萨拉立刻告诉霍德 他们得去那里查一查 可霍德却提醒他 他的登机时间已经到了 萨拉这才想起 自己订了今晚的航班 因为查案忘得一干二净 他立刻带着儿子赶到机场 但航班早已起飞 工作人员建议他改签明早的航班 但萨拉却没有答应 反而还如释重负 看得出他根本放不下这个案子 并不想现在离开 拉森回到家后 妻子问他 是不是真的想过杀了贝内特 拉森告诉他 当年自己承诺改过自信 妻子才答应了求婚 之后他一刻也没想过重蹈覆辙 他只是太过伤心了 拉森终于将悲痛表达了出来 坦然面对之后 他的情绪得到了一些修复 然而妻子却还没有好转的迹象 仍然拒绝和丈夫亲近 拉森除了工作 还要照顾孩子 一时间手忙脚乱 今晚还有一个睡不着的人 那就是刚刚在访谈中 掩面扫地的达伦 无论贝内特有没有罪 公众只在意他和谋杀案扯上了关系 埃尔劝达伦赶紧和他划清界限 最好能暗示校长将他停职 但达伦却又一次动了圣母之心 认为贝内特也有可能是无辜的 不能过早下结论 小密这次虽然支持了达伦 但却无法阻止对手 进一步利用这件事 大做文章 时间来到案发后的第七天 因为行程一再耽搁 萨拉终于惹恼了未婚妇 两人陷入冷战 萨拉为了讨好生气的儿子 只好抽时间送他去参加真人CS 做设计指导 而最让他握心的 还是案子进行的不顺利 贝内特家的搜查令一直批不下来 原因是那个偷窥的邻居 被证实是精神弊案的常客 他的口供被法官给否了 而萨拉调查过贝内特妻子的病例 他确实有泰盘前置的问题 不能够办重物 因此最有嫌疑的 就是那个叫莫罕莫德的家伙 两人赶去绿湖清真寺 路上获得拿萨拉放鸽子的事开玩笑 说他的未婚服 一定是善解人意的类型 萨拉面无表情地回怼 就你这嘴上没把门的 找不到对象都是有原因的 寺里的教长告诉他们 贝内特是最近才到这里祷告的 接触的并不多 至于叫莫罕莫德的人 参拜的教徒里就有40多个 运气报表都不一定能找到 但目前他最关注的是另一件事 一个叫小爱的女教徒失踪 警方目前没有任何线索 教长把小爱的资料给了萨拉 希望她顺便帮忙找找 一个案子还没着落 这又接着一个 萨拉只觉得无奈 离开时 他发现有人在他的鞋子里 塞了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一个地址 伦敦大道1062 达伦去探望前妻的母亲 他对女儿的去世已经释然了 但达伦却始终不能原谅 那个害得妻子出车祸的女人 每天早上醒来 他都会想起这件事 心意难平 这时 他的对手亚当又出了新照 想要联合其他的议员 冻结由贝内特代言的 全明星项目资金 这显然就是针对达伦 埃尔赛斯建议他 立刻与贝内特撇清关系 然而达伦并没有就范 在委员会上距离力争 却仍没有挽回败局 亚当一脸得意地离开 似乎认定达伦 已经无力回天 萨拉两人赶进伦敦大道 但只找到了106号的门牌 并没有纸条上写的1062 霍德怀疑他们是被人耍了 但萨拉却认为 没这么简单 他绕去阴暗的后巷 发现后门上 果然写着1062 索性半夜没有人 两人偷偷破门进去 发现那里是个肉类屠宰场 各种屠宰工具 像极了一个案发现场 看过前面的观众应该能发现 这里和第一集有一处呼应 拉森出现的第一场戏 就是到屠宰场去拉肉 而就在这时 一群鹤枪实弹的FBI突然冲进来 将萨拉和霍德当场逮捕 两人被整得一脸懵逼 FBI逮捕警察 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吗 队长向警局核实了两人身份 才把他们放了 局长特地赶来接人 说FBI正在调查自杀式炸弹 这里是一处可疑地点 一时半会儿进不去 但萨拉刚刚在镜头 发现了一个小房间 很像是囚禁过女孩的地方 床上还有件粉色的女孩衣服 搞不好就是罗西的 无奈 反恐的案子比谁的等级都高 他们也只能等着 隔日 又有坏消息传来 有人把案件照片泄露到了网上 FBI收走了所有的资料 局长再次斥责了萨拉 因为这件案子已经多次泄密 却不知道是谁干的 萨拉的眼睛看见霍德 他一直偷偷地和光头男接触 不得不让人怀疑 萨拉向局长保证 自己会找到泄密者 让他彻底闭上罪 之后他参加了FBI的案件报告会 才得知 他们正在调查一个叫 莫罕默德的嫌疑人 并在他出入的屠宰场 发现了边境地图 假护照 以及一些女孩的护照 证实他多次带着女孩们 非法跃进 他们甚至怀疑 罗西也是其中之一 萨拉询问更多的细节 但FBI再次拒绝透露 毕竟刚刚发生了泄密事件 他们对警局更加信不过 萨拉灰头土脸地离开会议 对霍德更加没好气 而面对拉森妻子的质问 她更是无力反驳 新闻上公布了罗西受害的照片 等于又将她的伤口撕裂一次 她失魂落魄跑去警局 甚至将两个儿子忘在了车里 如果不是小姨及时赶到 恐怕会死在汽车尾气里 萨拉并没有就此罢休 她想办法支开了FBI的政务管理员 迅速给那件粉色毛衣拍了照 经过拉森的妻子证实 这件毛衣确实属于罗西 是她九年级时的旧衣服 她一直都以为衣服早就丢了 她进而问萨拉 贝内特是否就是凶手 萨拉无法回答 她没注意到 此时妻子的脸上 除了悲痛 还有着深深的愤恨 虽然毛衣被证实是罗西的 但局长告诉萨拉 她的调查必须停止 联邦案件具有优先权 但萨拉认定 罗西与恐怖活动没有关系 只是意外被牵扯进来的 局长问她为什么这么肯定 萨拉也无法解释 她只是有种强烈的直觉 局长很无奈 称她还是尽快办手续离开 但她还放不下另一件事 那就是霍德到底是不是泄密者 于是她暂停了案件调查 开始跟踪霍德和光头男 另一边 达伦还没有放弃全明星项目 她找了一些类似的案例 想方设法挥击亚当 积极的态度再次给了埃尔信息 但她认为 光是用案例来说事 缺乏力度 何况现在贝内特 又与清真寺扯上关系 事件已经升级了 如果真想逆转局势 就必须给对方致命一击 她却找了上次捐钱的富商 从他那里挖到一个黑料 一顿能让对手 身败名裂的情史 却陷入了用与不用的矛盾中 但在她旁听了 害死妻子的女人拆毁后 她确定自己无法原谅 原谅从来都是比憎恨更难的事 犯错的人就要付出代价 于是做了一个决定 立刻对媒体 公开对手的黑料 当晚新闻就爆出了亚当的绯闻 身份竟然是手下的实习生 女孩的门前很快被记者团堂围住 无论她怎么哀求媒体就是不放过她 达伦的脸上露出一丝内疚 但一切已经无法挽回了 同样不好过的还有贝内特 虽然达伦没有针对她 但学校却单方面做出决定 强行让她停课休息 还说这是为了学生们着想 贝内特虽然很愤怒 但她却拒绝接受妻子的建议 说什么也不告诉警方 莫罕莫德的身份 莫罕一路跟着霍的两人 发现他们并不是在做什么秘密勾当 只是去参加了一个互助会 霍得分享了自己年幼时偷窃的经历 那种内疚感不是演出来的 莫罕开始怀疑自己怪错了人 而这时她接到儿子同学家的电话 这才知道原来那些案件照片 是她的儿子偷看电脑后泄露出去的 她还发给了自己所有的同学 莫罕怒气冲冲地跑去见儿子 问她知不知道给女孩家带来多大的伤害 不料儿子不但不以为然 反而责怪萨拉只关心别人的家庭 却对她不闻不问 母子俩闹得很僵 同样糟心的还有罗西家 蓝森从小姨子那里知道 妻子今天差点害死两个儿子 一向宽容的她忍不住责备 劝妻子好好想想将来 不要忘记身为父母的责任 甚至还就罗西的教育问题互相指责 两人的关系再次跌到冰点 唯一值得欣慰的是 在澄清了泄密遗事后 萨拉与霍德的关系缓和了 虽然萨拉作为师傅并不合格 但霍德还是自学成才 主动联系电话公司 对贝尼特家实施了紧急监听 只要发现任何证据 就能立刻申请搜查令 就在这时 贝尼特接了一通奇怪的电话 内容是 护照明天就到了 然后这一切就会结束 不用担心警察 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那么 贝尼特到底是跟谁在通话 是否与FBI调查的恐怖事件有关 与罗西的死又有什么关联 罗西的母亲会不会私自去报仇 达伦能否逆转竞选局势 一切的一切后续揭晓 本期就为大家解说到这里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